夫人,这就是那紫禁灵鹿了,长得真好看,夫人准备用他们来拉马车吗? 这辆马车就由他们来了,你把那绳子套到他们身上去吧。 等将两头灵鹿套好之后,他便道, 你们上车吧,想去哪儿我就送你们去。 两头紫禁灵鹿拉着一辆奢华又低调的马车,却是怎样也低调不起来。 几乎一进大街,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辆灵鹿车上。 那两头是什么鹿啊,怎么不曾见过? 我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鹿,这两头灵鹿怎么会有这么大利息拉得动那车啊? 这是紫禁灵鹿,是鹿中的珍稀,据说这紫禁鹿浑身是宝, 那鹿角刮下来的鹿角粉都是解毒的剩药,就更别提那鹿血了。 哦,紫禁灵鹿,这就是紫禁灵鹿,这不是很珍贵的吗,怎么会用来拉马车啊? 你们不知道吧,这坐在这车里面的人可不是一般人。 什么意思啊,你知道这车里坐的是什么人吗? 连个人影都没瞧见,说不定这里边根本就没人。 老夫才不告诉你们。 另一边,灰狼将零售车停在路边,因为凤九没了下车逛逛的兴致, 便只交代了冷霜去店铺里买了些东西回来, 而他则抱着孩子在售车里面歇息。 不多时,冷霜买好东西回来。 主子,东西都已经买好了,听说城中这家糕点铺的糕点品种多,而且味道也好, 我便买了一些回来给主子尝尝。 拿进来吧。 是。 冷霜打开那马车的门,掀开帘子走了进去。 灰狼,回去吧。 好。 灰狼,驾着两头紫金灵鹿往回而去。 然而这时,一名老者笑咪咪地走了出来,跟着灵兽车的左边车帘处。 夫人,扶上要不要管家呀,我自荐。